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主题牵涉到一个理性的国际思维 它也需要一个感性的人文数量的需求 因此我自己从八年前五年前 从一个工程师的背景跨途到文化界 又跨到媒体界 因此从个人的力量上来看 它是符合这个主题的需求的 也符合Tag演讲这样的需要 好 既然如此 请各位呢 八十八分钟的时间呢 来听听我如何话说明镜 接着两分钟 一首歌 好 这首歌是原自于 《悲惨世界》 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差距 从它的旋律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我相信这个旋律 大家也不陌生 其实呢 我们知道 合唱的一个音乐形式 唱出两个歌 有个很壮然目的 就是要表达那时候的共同的 一群人的共鸣心声 感的释放 所以都要知道发生的事情了 这座《悲惨世界》 其实是《万万主义》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 道路上《雨果》的著作 《雨果》的著作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它是一个文学家 《雨果》 政治家 在当时十九世纪的 《浪漫主义》的艺术作品 也出现了这样的作品 这就是《浪漫主义》 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叫德拉克华的作品 我们来看这个作品 告诉我们的讯息 怎么知道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有的女士 是为了法国的国旗 代理的 包括了知识分子 中人 男女 老少 踏着无数多的尸体 往前进 他们会做什么呢 1830年的7月28号 他们要求当时的君主 查理师是要让法国华南旗 重建共和国 这类非常简单的诉求 除过画面来感染出了法国人民 也让我们后代人 看到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艺术家把自己画的发生了 我们也看到在右边画的圣母院 告诉我们地点 是在巴黎 所以地点时间非常明确 那目的是什么呢 我刚刚说过 要求成为孔而国 《浪漫主义》的作品 就一种特色 从艺术风格来说 它其实艺术都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它设得非常多元 第二个 它的张力 它的光力的贵力非常强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要表达诉求 就是说 它用动态的画面 去呈现一个艺术家 表现的情绪张力 它需要用这个画面 去感染 让当时的人们 去感染这样的氛围 跟他们有产生过敏 这是《浪漫主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性特色 有这样的特色 我们看看第三个重点 这位武士的头上戴了一个帽子 这点帽子是什么玄机呢 这点帽子叫做佛里基亚帽 佛里基亚帽 后来甚至成为了 一个中南美洲国企国会上 有这样的重点图层 和谐 它也是美国参议院会上的图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从法国演呈出来的一个 仅仅是一个正代表自由 代表景况的一个标志 事实上 它是一个人世间的土式价值 从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今天要从 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 来跟各位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呢 其实我们知道 在西方艺术史上 画人为主题的画作 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那么在之前画什么呢 其实在古希腊 古罗马世纪 它是以画神奥复兴为主 到了耶稣将生以后 中世纪开始画了是宗教化 文艺复兴 章取神主义特色 所里的文艺复兴开始画了个人 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不管是新古典 万万 或者写字主义 它是开始画了很多都是 跟历史的 政治的 社会的 现实生活的 关系的 而且艺术家 那时候开始不只是 不是法官简要 皇室贵族 它才是服务的对象 是人 所以我们从 艺术风格的转变了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人们主义 人们主义的方法 人们主义的形体 好了 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真正的问题里面 释放了什么训练 我们知道 在新古典主义 在刚才的 泰满主义作品里面 它造型的是一个 艺术家 刚才那种情绪章里 在写诗主义的杜与安 非常有名的一位 他用共和国 这样的名称 做这种画作的名称 可是我们在画作里面 看到这个女性 然后呢 再俘虏 为什么女性 可以成为这个 画作的主题 共和国 其他用一个 代表国家 英俊名词的 这样的说法 就是用国 共和国 这样的体制的概念 去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 具备了 有共和体制的一个 正体的时候呢 自由 平等 博安 因此可以吸收养分 因此可以长大 并可以活动 所以这部作品 非常写实的 描绘了写实主义的作品 也非常重的特色 好 当 西方的 这个民主 自由民主的 精神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人 会为这样的事件 而牺牲生 生命呢 我们要讲的是 这进程过程当中 也免不了 个人游戏 甚至以牺牲生命 新古典主义的大卫 他非常精心地描绘了 当时的一位 国民会议的 一位年轻的 一位政治家 动物马拉 有一天呢 他做药育 因为他本身 有异化非常严重的 皮肤疾病 他做药育的时候呢 一位贵主的名字 进入他的药育 里面 把他的政治家 当中 这个大卫 非常精细地描绘了 大马拉之死 马拉在当时 手上拿着笔 拿着纸 在做他的工作 这部作品 新古典主义 要写实 描绘使实的方式 去描绘了 一位为自由民主 而实际的人 画面呈现的 是希望官司看到以后 他所营造了一种 非常悲壮的氛围 有的状态 为民主牺牲 我们知道 金库典主义 浪漫 写实 都是在18-19 19级发生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 法国会产生 这么多的民主自由 为争取民主自由 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 法国的政局 在历史上 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 在拉伯仁时代 拉伯仁从1799年 到1895年 直在时间里面 东生西跑 赚东标底 获得无数多的民主 这样的一个取得 当时他所俠盖的 这个 家属的 这个领土范围 是跨欧阳大陆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拉伯仁是一个军皇 得辛苦的主力了 透过他的作品 把拉伯仁 一个意识运营的方式 非常英勇的方式 形成了 透过化作表现出来 实际上 这位 古代军皇 有两大特色 第一个 因为他东生西跑的结果 他把自由 把华国大革命 在1789年7月14号大陆 华国大革命 非常狂视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历程 透过他自己的政战过程 传递到了很多多多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样的一个传递 他不只是把自由民主的概念 透过了他去传递国家 也在民间通过了发展 于是在19世纪欧洲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发展的改变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攻击 而在这种国际的过程当中 他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 从中国透过这幅画看到 然后呢 在为他自己的皇后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他曾经自己 把这个皇冠带上去 我们从更大的不让学看出来 那广年当中 我们看到 教皇 当学教皇 互助在一旁观看 典里的兴趣 那这个话到底有什么意涵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从很多的国家的国 他的权力取得 叫做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就是说 教宗一定是他带皇冠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 可是呢 然后把他取代过来 这象征什么意涵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从很多的国家的国 他的权力取得 叫做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就是说 教宗一定是他带皇冠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 可是呢 拿破仁把他取代过来 这象征什么意涵 这告诉我们 拿破仁 注重的是人治 注重的是法治 虽然他是一个君王 可是在那时候 他改变了这样的政治 君权神授的概念 在他手上做了政治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君王 就是这个道理 而他的政绩 他的历史帝国 透过新国典主义的作品 呈现了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看 西方讲的是君权神授 尤方讲的是什么 尤方讲的是什么 尤方讲的是天地说 那中国历史上的天地许 他不再是 他不会向西方之物 君权神授 而是用武器的概念来说的 以秦朝一种天下 灭流国情天下的事迹来看的时候 秦朝自己认为他是水 所以他水 就是把多少的火灭掉 所以把火灭掉 取得了政权的继承正当性以后 于是顺理成章的 就有取代化学 由于秦朝是水 水在武器里面 像这个颜色是黑色 所以各位 您看电视剧的时候 演员的衣服上面 最主要颜色是什么颜色 是黑色 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边缘 好 我们看完了这样一个作品的内容以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 西方民主难道是从 法国十八十九十一开始了 起如不然 从新国类土地的大外交作品 苏格拉尼之史 我们看到了 其实西方的民主思想 是原始于谁 原始于武器 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苏格拉尼 因为他善波被刹一个罪名 叫善波不使得要也去影响 去捕获年轻的人 所以他被叛孤狱 而且叛起 他扶独而完 当他在扶独到浮醒的那天 他左手手指天上 表示自己替养坚定 右手拿着扶独禄阿弥特 要准备合下去 冲冲救命 好像很多人开痛 他视若不睹 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为自由 为自由 为民主 为那套当属的所谓民主的审判制度 而犧牲的理念 所以西方国家告诉我们 为自由民主而老 并不只是马拉之识 在古西亚时期 就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文物 叫苏格拉底 它是为自由民主而犧牲的 当我们脚往法国 我们成都大西亚 来看看美国发任务事情 我们知道在各维州区部里面 纽约非常重要的 处理在纽约港口的正尊自由民丞相 就是法国为了庆祝美国 一百年 建国一百周年 送纽约礼物 我要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这小故事跟纽约有关系 纽约池是西方很多的国家 一定得首要的熟悉 因为地底之变 根据统计资料 从1892年后面六十年当中 有两千四百万的移民当中 有高达七十的人 从纽约港进入了关口 成为了美国的新意义 两个小故事是告诉我们 纽约有一个小亚历 对不对 小亚历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可能 多亚历的移民 举及到这个地方 其实故事告诉我们 亚历人到处移民 在过来的时候 他们会讲英文 所以当移民官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他就指移民纸上的目的地 目的地写了四个大文字 叫做To and Y 叫我们也去 所以移民官有他的名字 就这四个字 因此在移民纸上 就写他的名字 叫做T-O-N-Y 列起来四个字 念起来 就叫Tommy 所以意大利人很多人 就叫Tommy 这边故事 有带来故事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小小故事 告诉我们 很多人蜂拥至一个 号称是自由乐主的民主国家 到美国 我们把西方的故事 在这边做个结束 我们来看看 东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是西方在18世纪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东方 是在什么 在我们的清朝 清朝的18、19世纪的时间 刚好就是康泉设施134年 康泉设施134年的确是清朝 非常旺盛的一段时间 非常巡猛 非常凡凡的时间 可是好久不长 在乾隆晚年所 一直到光绪的年间 我们知道 他慢慢地走过了 一个变往的一个境界 我们知道 从乾隆晚年开始有索国 索国完了 有一个短字案 尹翠 尹翠完了以后 开始有烟毒 烟毒之外 以后 开始有列强的战争 所以国家的腐败 造成了一个很快速的灭亡 在1911年 诞成了中华民国 从此以后 中华民国 开始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民主主治的开始 在中日在外交互战争 非常不幸的 日本 把台湾各让成日本的一个殖民地 在陈伦波的庆祝日里面 我们看到 他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 就是说话的时候 国旗 在画面当中不断地呈现在制高点 在体面上 原本非常宽心 宽心鼓舞的 在庆祝 一个回归祖国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女士朝跟李梅树 曾经的作品里面 他用了一个服装 用了一个住民生活的市场口 去描绘一个族群融合的摄入形象 在台湾事件当中 黄蓉灿这位222受卖者 用了一个非常写实的画面 去呈现当时所遭受的一个灾难 在女士朝跟李梅树的作品里面 却用了一个卑微白的画 去彰显人们 不敢宣伤 对二大事件的一种同归魂 除了以外 在清秋 也就是廖德镇 在什么座里面 用三支公鸡 用一个非常尖锐的甘蔗叶 插入公鸡的阶级的时候 去引述一个玉兰父亲 用尾巴去告诉我们 他们当时被约治的行动 给人托华的势 所以种种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从建议到解研时期 艺术家不断地 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去告诉我们 红色是一个 不可以灾难的东西 红色在艺术品上 成为一个禁忌 在歌谣上面 四季红也不可以被唱 而改成四季的话 在《循迹行为》 在《循迹行为》 正在《循迹》这个作品里面 艺术家看到 当时的社会的 国会的乱象 有四格漫画的方式 去告诉我们 那种失去的 脱去的 和过程之处 除此以外 ID ID identity 有了国家认同的危机 因为国家认同 告诉我们 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 在似乎存在 又似乎不存在的一个 非常 让很多人觉得很难堪 也不知所说的概念 除此以外 我们也看到二十一世纪 各位 尼家里的神会牌 或者是先祖牌牌 我们看到了 一个国家产生的宗教 而我们四股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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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 我们也看到二十八的纪念公园 二十八的纪念公园里面 它用各种不同的雕塑 去告诉我们的族群 我们的重要 我们年轻总统 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 不停下想起来 这样的一个意涵 告诉我们什么讯息 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这个蓝玉修定 把我们族群叫二十八 所以我自己 体会到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我一直相信 用了十个字 来传输我自己的心声 我说蓝玉来不具 物质分东西 从设战中间 玉俱有怀疑 地场有蓝玉 民主有真谛 心中有蓝玉 还我真是有 请问各位 这是你的心真 这是我的心真 我体会到 我是外省第二代 可是我看到现在的乱象的时候 我不禁忧心 我们下一代 还有什么未来 可是呢 即便如此 我更相信了真理 因为我相信真理以后 我心中就没有蓝玉 我相信真理以后 我内心以后 内心除了我身体的自己以外 我心跟灵也获得了自由 获得自由 获得自由 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生活上的一个位置 好 民主一定会有一个 征战 会有冲突 会流血 甚至能够要牺牲生命 但是呢 如果追逐民主的过程当中 失去真理的话 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用章品说历史 就是政治博物馆存在的理由 我希望通过今天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 一个分享 让各位可以改变你对文物欣赏的方式 以及博物馆存在的一个价值 让你这样一个概念在你生活当中 经过今天的分享 主流血改官 最后我来用一句话来说明 我来呼应年贵的历史 有位历史老师说 他说历史不该只是看了什么知识 更不该只是考证的那个 透过博物馆的文物 我们可以更清晰 更具体的感受到千万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只要我们有适当的领导 我今天就在做一个适当的领导 它是我的理想 它是我的目标 包括今天的分享 我都希望我扮演好适当的领导 我今天在做这些事情 它是现在的第一次 它也是我的外套的第一次 因此它就是我的 哼、我、reality 这个问题